字幕auri 字幕组 WHO,大家好 我是小君 从这个月起我上班改用地铁了 坐火车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现在在 Bad Saray 巴黎在修路修一条滑板车车道 所以那个路整个在扩建 整个巴黎现在已经是进一步去了 我们原来是每天上班是有的时候开车 因为有些货要送进巴黎 有的时候是骑摩托车 现在主要是修路修的 整个巴黎全部在修路 已经完全进不去了 骑摩托车进行都很吃力 所以我就买了多少年都没用的地铁月票 这是一个月的月票 现在巴黎是一到现在是六圈七圈 我不知道 因为我来的时候只有五圈 现在统一的票价是75块钱 所以从这个月起我要坐地铁和火车去上班了 因为现在巴黎简直是一团糟 他把所有的路都给刨了 在改造道路 不知道现在交通部还是总统脑子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把这个路全都刨开了 以至于根本进不了城 现在每个街道都是一团糟 全扒开了 所以以至于前几天出了公交车司机撞人的事件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一个旅游公交车和一个小车司机 两个人因为道路堵塞引发争吵 然后将人给当场集死 所以也挺受关注的 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修路 修路之后每天都有很多的各种争吵和冲突 但是这件事情升级特别厉害 出来人命了嘛 所以新闻现在正在关注 因为我每天到去巴黎 所以我知道巴黎的道路现在是什么情况 完全不能进入了 所以只能用这 我都差不多有七八年没买过月票了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有临时情况买一张单程的票 但现在没办法 只能是用月票了 正好顺便看看巴黎的公共交通系统 因为原来想拍 但是没这种机会 现在也算有个机会 坏事变好事 这样可以看看巴黎这百年的地铁工程 华尔赛这边的这个票口还是比较卡通的 在巴黎做地铁一定要注意 不管是火车还是地铁 都要把这个包的袋子挂在这个胳膊上 这样就不会被他们一下子给抢走 特别是在这个门口坐的时候 因为我朋友就有这种经历 包一下在开门的时候就被他们给抢走 所以巴黎的地铁还是比较乱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有的时候你坐的时间比较长 可能都会睡着 然后如果你不挂在身上的话 肯定包就被人偷走或抢走 现在地铁已经换了新车厢了 已经很干净了 而且很漂亮 也现代化了 这是去年刚刚换的这个 看 以前都是很旧的车厢 连空调都没有 去年刚刚换 所以这个做这个公共交通还是比较舒服的 车还是挺乱的 每天都有这种放小纸条 一个鸡补菜妇女还有小孩子 放一张小条 就是说 请给我一到两块钱 或者给我一张饭票 然后每个车每次坐 几乎都能碰见他们就是 要钱或者是偷你的东西 所以大家一定要坐车 一定要注意安全 包一定要 或者背在前面 跨在前面 或者是挂在你的手腕上 安全第一出门在外 这个大巴黎的地铁一共是分三个系统 在SNCF下有METAL 就是地铁 城市地铁 地下的基本上是 也有一部分地上 另一部分 另一部分就是这个FF 城市快线 第三部分就是碳 就是火车 城区火车 我们现在坐的就是这个城区火车 这一路的风景还是不错的 虽然治安很糟糕 但是风景确实美的 没话说 巴黎确实是有很多的这种美景 使得你回味和体会 我们一起欣赏美景吧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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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终点站了 圣拉萨火车站 桑拉萨火车站 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 而在印象派画家莫奈 曾有一幅非常著名的畫就是 盛拉薩火車站 在巴黎到處都是景點 非常非常著名的景點 也是藝術家朝聖的地方 我們現在到達了 進展之後我們 就要換成地下交通了 地鐵沒透 好了我們要先出站了 因為我們要去旁邊送一個貨 正好看一下這個盛拉薩火車站的外觀 這個就是地鐵站的入口 盛拉薩火車站的外觀 這邊是非常繁華的 離老佛爺也非常近 然後 看一看步行要去的地方 先去幹公事 這邊是一個地鐵的交會口 然後我們從這兒 去給客人送東西 從店裡出來了 喝一瓶客人給的飲料 美滋滋的 現在去吃飯了 看看在哪吃飯 中午的時間這個車站吃飯人很多 我們直接去愧客了 好了 總算找這個地方 趕快吃 吃完去繼續坐地鐵 然後去上班了 坐在旁邊喝杯咖啡 在巴黎一定要喝杯咖啡 不然這一天都覺得沒精神 剛才跟老婆申請看看能不能 因為今天第一天坐地鐵 看看能不能去一下聖母院看看 因為聖母院不是被燒了嗎 也沒時間過去 今天正好送貨嘛 想過去看看 可是老婆說很忙 不批准 沒辦法了 只能是回店裡上班了 所以喝完這杯咖啡 就要上路幹活了 乾杯 好了現在我們就去地鐵了 本來想偷德夫生半日嫌 通常這樣的老婆 只能是回去幹活了 因為剛才說挺忙的 店裡所以去支援 這樣的話我們就直接下地鐵了 看看這個巴黎地鐵的 地下部分 一百多年的地鐵 從這就是一個地鐵的一個交叉的大站 有三、九、十二、十三、十四號線 都在這交會 拿這個票到哪都擋不住 拿這個票到哪都擋不住 逃票的 巴黎地鐵比火車更要混亂 在這兒我們要搭兩次地鐵 在這兒我們要搭兩次地鐵 正好有地鐵 車的內部這樣 是很老的 每一個地鐵站都有自己的一個特斯 車站地鐵就是法蘭西哥劇院 所以所有的這些照片都跟割據有關系 所以所有的這些照片都跟割據有關系 巴黎地鐵現在就跟北非一樣 巴黎地鐵現在就跟北非一樣 這裏邊既有唱歌表演 也有要飯乞討的 也有酒鬼啊 流浪漢 哇這就有一個 很多流浪漢就睡在地鐵裡 所以裏邊的味道大家可以想像 吃喝拉撒都在地鐵裡 我們現在從3號線去11號線 裏邊就像迷宮一樣 穿來穿去 特別到了一些像沙特蘭 三拉撒這種大站 裏邊更是 因為它不是一個時期建成的嗎 陸陸續續在不斷地建 所以裏邊的這個錯動複雜 它這種有高有低的設計 一個是避讓這個鐵道 它好穿過去從地上或地下 另一方面就是因為它這個防風 這樣的話風就會小一點 如果直的通道的話這個風會很強 所以這些道它有意地修成很多有迂迴形狀 這樣就會減少風 這站非常有特色 阿赫梅蒂 藝術與職業博物館這一站 然後它這個設計了一個機械的輪子 因為是有個工業展覽館在這裡 所以它修成的這種 全部用金屬包起來 非常有工業時代的特點 裡面還有一些小的展覽 好了我們再換乘一下11號線 地鐵都差不多的 只有14號線是不一樣的 這些地鐵都是很老的 14號線是無人駕駛地鐵 前進去上班 好了我們下來了 到了上班的地方 這裡邊的管線也是錯綜複雜 我們出了地鐵了 收費的地方出來了 還在地下 下面我就坐這一個很高很高的電梯 差不多10米高的一個電梯 中間居然沒有停留 是一個電梯到底啊 從下面坐還好 從上面往下坐是非常可怕的 大家都知道北朝鮮的地鐵很深 巴黎這個也很深的 某些站是非常非常深的 我們加速前進走路 因為太高了 從上往下看是非常可怕的 今天我們就看了一部分地鐵 它地鐵裡邊還有很多 有無人駕駛的也有很老的地鐵 100年的1號線 還有些地鐵的出口只有一個門 非常小的 好了馬上就要上地上了 看看巴黎現在已經拆成什麼樣了 所有的路都給拔開了 到處在施工 街道全部都在施工 我們看一下這邊全部 馬路有一半都被劈掉了 一半的地方都在修這個路 現在巴黎到處的路都給拆開了 看不到頭 所以交通非常堵塞 所以今天我們的視頻就拍到這裡 我要去趕去上班了 好吧 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 下次見再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就請點擊右下角的訂閱按鈕 我們的節目會隨時更新 謝謝大家